替换破损瓷砖 现在看这个瓷砖 替换好了 和原砖的一样一样的 之前是破了 然后收口呢 也是match了它的颜色 也是很匹配 OK 这个case呢 是在Rishman Hill 这里呢 有一个即将要卖的房子 然后今天解决什么问题呢 是这个厨房的瓷砖 地砖破了 破了 所以呢 一会儿要用这个新的 来替换这个旧的 这个呢 不太好替换也是 正好是在墙边上压着的都是 这个瓷砖在里面 嗯 对 然后等到弄完之后 然后再配一配这个收口灰 去home depot 配配收口灰 然后给它最好match了 不像修补的 像原砖呢 是最理想的状态 好吧 现在开始拆 就这样啊 OK 好了 现在工作呢 已经就去磨机 风扇 因为这是要卖的房子 不要弄到很大灰尘 然后一会儿把风扇打开 这个灰呢 能往窗户外吹就吹 然后这些地呢 都已经做好保护措施 最好不要太多的灰 或不要有灰最好 然后呢 用这磨机呢 就这么切 切一圈 然后把这个旧瓷砖拿出来 这个外围呢 也就基本上就可以拿出来了 然后再铺新瓷砖 就是这么一过程啊 OK 这个旧的瓷砖呢 拿出来了 这里清理干净了 一堆灰尘啊 幸亏这个 把这些布都铺好了 要不这个怎么办 还好还好 然后现在铺新瓷砖 现在瓷砖呢 就铺好了 给替换了一个 最麻烦的就是卫生 因为切旧瓷砖的话 会产生很大的灰尘 那么人家快卖房子了 然后要保持好啊 这个铺的还不错吧 平平的 收口 也是配的 它的这个颜色买的 好的 OK 这个瓷砖呢 就替换完毕 和原装呢 没什么两样 一样一样的 收口也收得很 match这个颜色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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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